咱们拿到车上试一下这个新收回来的全金属电机的车载支架 这个会自动加紧 有这个红外感应 自动的打开 还有加紧 两边有这个触摸的这个按键 轻轻的触摸一下 也是可以打开 可以关闭 它一共有三种这个开合方式 红外的加上触摸 也可以手动 咱们手机放上去 就直接可以无线充电 它本身带这个无线充电的这个功能 咱们实话实说不吹不黑的说 这个品质包括缩工是非常好的 大家听一下这个电机的声音 这个是全金属的这个电机 缩工品质非常高 而且很重 用料是非常厚实 氛围灯也是非常好看 再给大家试一下这个自动张开 还有加紧的这个效果 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 它是全金属的这个电机 这个声音一听的话 就是非常有质感 是吧 而且这个反应速度是非常灵敏 这个是个好东西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小主简咒 今天咱们又收来一批高端好货 这个是车骰的手机支架 它可不是普通的那种车骰的手机支架 这个是支持无线充电 然后也是支持自动开合的 数量的话 一箱是有40pcs 一箱40个产品名称 小飞侠车载支架 全部都是原箱原件的 给大家看一下 一箱的话里面是整整齐齐的40台 这个包装是有点不同 但是全部都是这种黑色的 这种包装盒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高档 不管自己用还是送门 肯定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我这会儿刚说这个自动加紧的 这个车载支架呢 大家可能不理解什么意思 咱们废话少说 拿着办公室详细的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怎么用的 然后包括这个样式质感怎么样 好 这批支架呢 一共是有两个颜色 然后咱们就不细分了 因为分类的时候 这两个颜色看起来是差不多 咱们拍视频可能是比较明显 但是实物看起来基本上是一样 就是这个面的话有黑色的 还有这个枪色的 咱们就直接算个枪黑色是吧 他俩是其实是一样 就是咱们拍视频可能是比较明显 重点给大家说一下 后边有一个按钮 然后这个按钮的话按下去 可以调节底下这个直角 这个长短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就是按下去的话 可以调节这个高度啊 因为咱们有些手机呢 是支持无线充电的 但是他这个无线充电的这个感应区呢 可能会偏高或者是偏低 咱们可以通过调节这个直角的这个高低 然后适配咱们不同的手机 我这样说大家应该都明白啊 侧边的话是有两个这个触摸的区域 这个触摸的话也可以打开 还有红外线也是可以感应 就是他这个加手机的方式呢 一共是有三种 然后这个是腔色的 同样的也是可以调节这个直角 这个高度 这个缩工品质是非常高的 拿在手里面这个质感是非常好 不管思议用还是送门 肯定是有面子啊 放在车上也是非常好看 然后我现在把其中一个支架已经通上电了 这个供电口的话也是TOP-C接口 这一圈还有一个氛围灯非常好看 然后底部是红外线感应的这个区域 就是咱们手机往前一凑的话 它会自动的打开 然后自动的加紧关闭 侧边的话有两个这个触摸区域 所有都可以 也可以控制这个车载支架 自动的张开还有加紧 大家听一下这个电机啊 这个电机是全金属的电机 不是那种略质的塑料的 所以说它这个声音质感 一听的话也是那么回事是吧 这个呢咱们是三人多收过来的 像市面上一般这种金属的电机 包括高速的服务区 也是有这种金属电机 比较高端的车载支架 至少也要一百大几啊 不到二百块 咱们呢是三人多收过来 所以说这个肯定算是妥妥的减肉 现在咱们手机放上去呢 它是没有无线充电 这时候咱们调节一下底下这个支角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是吧 往下调节一下 好 咱们赛放上去试一下 大家看看 现在就可以直接无线充电 这个就是支角的作用 可以调节高低 之前咱们收过这种支持无线充的 私动支架 有些客户呢 有些粉丝呢 就是说不会用 咱们重申一下这个问题 好 本期的视频大概就是这样 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关注一下李小绿减肉 后期有更多更好玩 更便宜东西 我会分享给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